据了解 乌鲁木齐市已经具备了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条件 将对各类文娱场所进一步加大复工复产 复伤复势力度 12月7日 记者在乌鲁木齐市某大型商超门口看到 民众戴着口罩在扫码无异常后有序进入 商超的公共区域内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消毒工作 今天正好有空过来转一转 给家里的人买一些冬天穿的棉鞋呀 衣服呀 总之解分之后呢 就是看到各个地方都是一片欣欣向人的景象 心里也是非常的开心 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记者了解到 伪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消费力 同时帮助商户恢复经营 该商超推出了大量优惠政策 而大部分门店在符合营业的条件下已陆续开门迎客 截止到今天的话 我们厂内已经有150家的租户去恢复了这样的一个经营 对于商户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也是目前是给出了这个租金延期缴纳 那对于我们的客户这边的话 我们会在今天开始面向我们全市去发放1万张的这个消费股费券 记者在一家少儿智能运动馆内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运动器械并已有顾客前来上课体验 我们是从5号开始复工的 然后进行两天的消杀 然后今天呢就是陆陆续续的有我们的会员进来去上课 现在也复工了 所以对我们未来的期望值也是蛮高的 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有82家大型商超商业综合体恢复营业 同时美术馆 公园 电影院也都陆续重启 早上11点开门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 工作人员也非常热情 然后也是非常认真 基本上你扫码 然后东西一存就可以进来了 记者走进乌鲁木齐人民电影院 看到已有不少民众正在观影 该电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当日电影放映的场次有17场 随着疫情的好转 后期会逐步增多 人民电影院今天已经正式开业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有5部电影 类型涵盖了国产剧情片 动画片 科幻片 也满足于不同的观众的喜爱